男孩异于常人 刚出生就长了双翅膀 难道她就是天使吗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瑞奇》 小美带着女儿丽莎当了几年单亲妈妈 终于有了新约会对象老王 所谓情人眼里出息师 小美怎么看老王怎么顺眼 连看她的胸毛都觉得威猛无比 都到这份上了 很难不结婚呀 于是他们结婚了 好在老王人还不错 对丽莎也很好 给她做早饭 给她粉刷房间 她和小美的儿子也是丽莎曲的名字 可自从儿子瑞奇出生后 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拮据了 整天都在为柴米油盐发愁 小美和老王开始争吵不断 但老王还是想做个好父亲的 她学着喂奶 换尿布 一天下来累得睁眼都能睡着 可小美回家之后 发现了瑞奇背后有淤青 她怀疑老王嫌烦打孩子了 老王累了一天还要被质问 她哪受得了这气 拿着她的小背包就离家出走了 可瑞奇的淤青不但没消退 事情还越来越奇怪了 有一次 瑞奇不小心从衣柜上摔了下来 可她不仅没受伤 背后还长出了一对小翅膀 小美和丽莎都惊呆了 他们怕瑞奇被当作异类 于是保守了这个秘密 她的翅膀也在一天天长大 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会飞了 这天 小美一家去逛超市 就开个小拆的功夫 瑞奇居然脱掉外套 在超市里飞了起来 这可把大家兴奋坏了 他们拿出手机一顿猛拍 这下她长翅膀的事情传遍了大街小巷 记者一个个的都想报道这个奇闻 每日没夜的敦守在小美楼下 这时 老王看到新闻回来了 他劝小美 杨瑞奇也要花不少钱 咱不如用她赚点钱 也算瑞奇自力更生了 听听这是什么话 小美居然还答应了 两人把独家报道权卖给了一个记者 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小美抱着瑞奇亮相了 她怕瑞奇飞得太兴奋 在她脚上绑了根绳子 就跟放风正似的 记者们亲眼看到瑞奇飞了起来 惊讶地差点忘记按快门 小美想着之后的富贵生活 高兴地忘记了手里的绳子 瑞奇没了束缚 一下就飞远了 大家赶紧把腿去追 可两条腿哪跑得过人家长翅膀的 大家只能看着瑞奇越飞越远 消失在了河边 小美这下真是追悔莫及 虽然的确有赚钱的小心思 但她是深爱儿子的 从那天开始 小美沉浸在无尽的自责中 是茶也不思 饭也不想 窗外有一点动静 就马上凑过去看看 终于天天这么折磨自己 是会出事的 她来到瑞奇消失的河边 慢慢地走向了河水的最深处 突然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瑞奇 她又惊又喜 可瑞奇也不靠近她 只是静静地看着小美 听完了小美的道歉 瑞奇扑腾着翅膀还是飞走了 就好像特意来安慰她一样 小美终于接受了 儿子离开的事实 她紧紧抱住了深爱的家人 开始了新的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孩子渐渐长大 离父母越来越远时 会有部分家长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就像小美一样 用绳子绑住孩子 希望能把他们一直留在身边 可孩子长大了 总是要离开的 作为父母 应该学会接受这个事实 放孩子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